飛機師地齊骨軍,P格關關榮光 呂獲殊榮,服務中成 是你置業官居,樓上買賣的苦幫手 請電416-288-8811 免費股價416-288-8811 好,繼續回來投資有道的時間 剛才和大家看過一些企業業績和數據之後 不如做一些技術分析吧,Ronald 譬如看道指方面 其實最近的表現其實都不錯 如果看最近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一直都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是,一枝箭的 你看道指的技術指標來說 是很好的 當然它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高小的位置 大約11200點上下 微微的阻力位置在 但你說難不去衝過呢 我相信來近這段時間 業績如果一直都是向好 過了這個11200點 完全不是一個難事 當然現在最近少少回一回 是可以的 波連方面來說 當然現在比較低了少少 不過我看整體來說 會刺激到這個經濟和聯署局的量子豐鬆 我想要過1萬1000點已經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特別看到最近這兩天 是 看到下面也有一個圈圈 沒錯 就是顯示那個交頭 沒錯 為什麼突然間有幾天那個交頭突然高了上去 那通常交頭量都是因為大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令到一些人就刺激到買賣 那當然是一個好的高的交頭量 就對於這個市場有一個代表性的 如果你看看現在 我有興趣的就是看到那個量是回落了少少的 最近是慢了少少的 所以將來如果量是高溫的話會更加準確 看到道指最近的交流量在美股方面就高了一點 不知道在標普方面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 跟我們做一些標普方面的技術分析 沒有問題 標普方面是更加樂觀的 因為標普來說在50日和200日平均線 在你面前的藍色和紅色線 已經在大約幾天前做了一個雙交位 這個雙交位的好交差代表現在股市開始有獨力 一個50日的升幅已經開始有動力超過200日 也看到現在的標普也過了一個短期支持位 大約1,175點上下 再到1,220點就是下一個的阻力位 現在到下一個波動的阻力位 也有一段的升幅 我覺得如果承繼著這個美股的動力 再加上的出來業績 去到這個位置也不是一件難事 不過我知道市場現在官網的氣氛都挺濃透 也是在等下一個星期美國聯儲局方面推出第二輪的量化寬鬆 其實聯儲局方面 我知道向一些初級債券的交易商和投資者 最近發出了一些問卷 了解他們對第二輪量化寬鬆的預期 包括了預期未來六個月 央行買債金額和對知識的影響 有些報道就說 問卷由這個紐約聯儲銀行發出問題 包括了假設買債計劃六個月內完成 預計聯儲局的買債額是多少 可供應選擇的答案包括了零 二千五百多億 五千億和一萬億美元 聽起來金額都很大 不過也看回《毀街日報》的報道就說 出來的量化寬鬆有機會可能是很少 只是幾十億 各有各報道的說法都不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不過Ronald你覺得其實出來的第二輪量化寬鬆 應該的金額大概會在哪裏才是適中 我覺得從二千五百億到五千億 都是一個我自己的期望 一個稅位來的 我相信太少來說 真的沒有意思去做 太多來說也導致美元跌得太厲害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經常說美元現在這麼低 不如等它什麼時候可以換價值 或者什麼時候等它遲些 再低一點換多點美元 其實很多人在外匯方面來說 都保持一個比較的審慎或者一個期望的態度 我相信我自己覺得如果太少的量化寬鬆 對經濟沒什麼意思 不過如果太多的時候 又可能增加了通脹壓力 當然了 當然是要很適當地來決定 究竟那個金額出來是多少 不過其實看回最近 剛剛今早很快就說日本方面 央行就決定維持息率不變 其實都預期了 維持在零至零點一來的水平之間 同時也都公佈了 買三萬五千億日元政府資產的詳情 還有決定買入信貸評級較差的企業債券 協助這些公司籌集資金 其實也都是變相另一次的糧化寬鬆 在日本方面 其實我想知道 其實如果各地的政府或各地的央行 都不斷印籃籍 推些錢出來 其實也都間接推低了 他們的貨幣的匯價 其實大家在鬥低的時候 都不是一個健康的年輕 絕對不是一個健康的一件事 但沒辦法 例如你見到日本來說 他的經濟真的不是很想像的那麼好 如果他為了增加出口力的競爭能力 一定是不要加息 令到貨幣慢慢消下來 美國也是 從以前強的貨幣政策 變成現在增加出口的政策 這個貨幣戰真的是未完 是的 其實我知道 有些部分的國家也都批評美國 說這樣來推出這個量化寬鬆 因為這個間接是在干預美元匯價的走勢 沒錯 因為市場多了錢 多了美元 自然價格也會低一點 究竟接下來下個星期出來的量化寬鬆 究竟金額是多少呢 還有另一個因素大家要留意 就是這個中期選舉 對 下個星期也是舉行 沒錯 下個星期很多大件事 是的 好少少的一個投資貼士 通常政局不穩定 或者貨幣低的時候 都會令到金價會有一個很好的承托 所以繼續留意一下金價的升幅 是的 金價大家都可以留意住 這個時候也要結束今天的節目 多謝大家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 繼續有財經3600期再見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